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中共把7月1日定为所谓的建党纪念日 而最近几天出现的几条新闻 显示出中共面临内外交困 不仅对军队非常担心 唯恐苏共垮台一幕重演 而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最新发声追责共产党罪行 对中共而言可谓坏消息不断 当然这对于很多反感中共的正义人士来讲 那可是好消息连连 令人心情愉悦 下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好消息 今年7月1日是中共所谓建党102周年 在此时刻中共意外收到了一份大礼 6月28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其推特账号向克罗埃西亚议会表示感谢 克罗埃西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关于承认1932年到1933年 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种族灭绝的宣言 感谢克罗埃西亚共和国的这一历史性投票 世界永远不会容忍克里姆林宫的罪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乌克兰外交部长格米特罗·库列巴 也在其推特上表示了感谢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 乌克兰政府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 承认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迄今为止已有30个国家宣布支持承认 2022年12月15日 欧洲议会宣布承认并敦促俄罗斯为苏维埃政权的暴行 做出正式道歉 乌克兰大饥荒同中国的大饥荒一样 完全是由共产党政权一手制造的人祸 2009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新闻中心发表声明强调 斯大林极权制度当年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 没收了乌克兰农民储存的粮食和食品 还动用军队把乌克兰同其他苏联地区隔离起来 同时禁止乌克兰农民为了谋生逃亡到其他地区 这些措施造成30年代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无辜丧生 作家阿普尔豹姆所著的《红色饥荒》 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一书中 详细讲述了于1933年达到顶峰的大饥荒 据估计它导致500多万苏联人失去生命 其中390多万为乌克兰人 斯大林从之前的几年开始 无情地强迫数百万独立的小农进入新的集体农场 那些农民当然拒绝放弃自己的土地 在枪支的逼迫下 他们被带去集体农场 但是他们几乎毫无劳动积极性 这不仅是强行开展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规划 其执行过程也极为残酷 令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农民忍饥挨饿 农民家中不允许私藏粮食 共产党积极分子小队到他们家中收茶 掀开地板用铁棒搓穿草堆 发现的东西一律没收 连下一年的庄稼种子也不放过 无论男女老少因饥饿而丧生 野狼占领了废弃的龙舍 然而收茶行动还在继续 收出来的粮食 有一部分被出口海外换取硬通货 当忠诚的党干部也开始表示反对时 他们遭到解职、监禁或处决 斯大林在1932年写信给亲信 拉扎尔·卡刚洛维奇 要求对强制增良和集体化的抵制情绪加以镇压 在后来的解密档案中 一个集体农庄庄园当时这样写道 我们日子难过啊 我们被抢光 就连头头脑脑的也不像个人一样了 我们活得还不如猪狗 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艰难过 人们再饿得失去生命 孩子们没有吃食、生病、残疾残生 苏联共产党政权 曾极力掩盖大饥荒真相 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夕 1987年苏联官方才承认发生过这场大饥荒 然而还有一场更加严重的大饥荒 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造成 前新华社记者 延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生 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记史》一书 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 杨继生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 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 中国因饥药上升的有3600万人 因饥药使得出生率降低 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 两者相加共计7600万人 另外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 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 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 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 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4500万人 无辜失去生命 对于这场大饥荒 中共官方迄今为止 都没有公布过系统的记载和准确的数字统计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杨继生进行了多年努力 跑遍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 访问当事人 查阅大量档案资料 最终在香港出版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 杨继生得出结论说 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共产风 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 与此同时 政府继续强行征购粮食 而且在饥荒来临之际拒绝开仓放粮 使饥荒更加恶化 这场大饥荒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的种族灭绝 当乌克兰的大饥荒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 那么数倍于乌克兰的中国大饥荒 在将来也必将会有一个说法 在中共的所谓建党纪念日 这无疑是一份令其心惊胆战的大礼 下面分享的这部分内容 不像刚刚这个话题这么沉重 相信会让很多朋友感到振奋 请大家不要错过 一定要听到最后 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兵变 不仅震动普京 也让中共寝食难安 6月30日 中共新华社发布消息 声称为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 经中央军委批准 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修军委主席负责制 学习读本 以下简称学习读本 区分中校以上军官使用和基层官兵使用 两个版本 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一些了解中共内幕的朋友 当看到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时 相信马上就反映过来了 这是和俄罗斯军事政变有关 习近平担心军中出事 确实是这样 告诉各位 这篇短短的新华社通讯 一共才600次出头 其中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 竟然多达10次 可想而知 中共的紧张程度 刚刚我们念的这短短的一段话中 除了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区分中校以上军官使用和基层官兵使用两个版本 什么意思呢 军官版本里有敏感内容 这些不能给普通士兵看的 我们分析 很可能涉及落马的郭伯雄 徐才厚 黄丰辉 张扬 以及最近的这个刘亚州 涉及他们的内幕细节 而且也很可能有习近平的相关内部讲话 在这篇通讯中 显示中共军队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政治运动 而下发这本学习读本 构成了其中的一个新的内容 这场政治运动的名字是什么呢 非常长 叫做军队学习贯彻习近平某某某思想主题教育 和学习强军思想 建功强军事业 教育实践活动 什么叫中共特色 这就叫中共特色 许个名字都这么长 这么没有水平 那么为什么中共要如此强调 这个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呢 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 在其天地翻覆一书中 介绍得非常清楚 他说 中共军队不是国家的国防军 而是党的党卫军 党指挥枪是军队的最高原则 党指挥枪不是空洞的原则 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 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 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 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兼军制的经验 并进行了完善 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兼军办法 这一整套兼军办法 使得每一位军官的军事行为和思想状况 都在党组织的掌控之中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所以说是党指挥枪 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 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 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 再通过党的官僚体系来控制全民 那么中共的这一招真的能奏效吗 在关键时刻 军人真的完全听中共指挥吗 其实从中共的上述举动来看 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为什么 因为苏共垮台时 虽然号称拥有400万军队 海陆空及核武力量 也不可谓不强大 但是苏联军人们在关键时刻倒戈 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 发动的非法819政变中 拒绝了共产党的指挥 为成功解体极权统治 书写了正义的篇章 1991年8月19日上午9点 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 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白宫 亚纳耶夫为首的8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利 取消新闻自由 这8个人中也包括国防部长亚佐夫 很快 苏联的白宫周围迅速聚集了数万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们 市民将坦克和装甲车团团围住 青年们与士兵对峙 然而早在19日凌晨4点 叶利钦的别墅便被阿尔法悄悄包围 五点 国防部长亚佐夫命令要求坎杰米洛夫卡坦克师 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 以及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 但此时阿尔法没有接到逮捕叶利钦的命令 他们跟随叶利钦来到了白宫 19日上午12点15分 叶利钦爬上白宫外的坦克 发表告俄罗斯公民书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组织 在俄罗斯境内无效 讲话的片段还在苏联中央电视台 黄金党播放 全国各地开始声援支持叶利钦 19日下午 空降兵司令巴维尔格拉乔夫 下令给图拉空降师的列别德少将 让他带领其中的一个营转向保卫白宫 广场上的人群得知情况后群情激动 当列别德进入白宫时 叶利钦问他军队如何看待政变呢 列别德说没什么看法 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 在此状况下 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越来越六神无阻 巴辅洛夫总理中午召开内阁会议 结果只有五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其他近二十人发言故意把话题岔开 8月20日早晨 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 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 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 20日上午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了强攻白攻的决定 由克尔普辛将军总负责 空降兵和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负责执行 将叶利钦逮捕处决 而历史性的一幕出现 这方面阿尔法小组军官们都问自己 接下来将怎么办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们最终决定拒绝执行命令 而且他们的这个想法获得了卡尔普辛将军的赞同 而另一方面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在强攻前两个小时 给卡尔普辛将军打来电话 他问 你在哪里呢 卡尔普辛回答 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 格拉乔夫紧接着说 谢谢你 我的人也不上 我们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 就这样所有强攻部队全部拒绝采取军事行动 苏联军人们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 在此情况下 8月21日 国防部长亚佐夫终于对自己的副手说 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上午 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军队撤出莫斯科 8月22日开始 这个所谓的紧急状态委员会 其成员陆续被捕 政变以流产告终 1991年8月29日 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 俄罗斯人民掀起了一场去共化运动 年轻的反共作家代表 聂昂尼德·绍罗霍夫一针见血地说 那些列宁们 斯大林们 布哈林们 托洛茨基们 佩尔谢们和伯列日涅夫们 他们都是反民族的共产党人 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 俄罗斯的民族智慧 俄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俄罗斯的道德精神 他们是苏维埃垃圾 而在关键时刻发生的这一幕 就是中共今天最害怕的 这也证明 在关键的时刻 拯救俄罗斯的民族 拯救了俄罗斯人民的 是每一个人的良知 本性 任何一个普通民众 任何一个共产党党员 任何一个军队的士兵 将军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他们内心深处的这份良知 这份人性 都可能发出耀眼的光辉 都可能汇集成巨大的能量 而这就是苏联人民摆脱共产党 获得真正自由的原因所在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放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也请和大家分享感受 朋友们的评论很精彩 很感人 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